朝鲜被指派兵到俄罗斯参与俄乌冲突的消息继续引发关注 乌克兰当局在发布更多的资料 指俄方向朝鲜士兵派发朝鲜与表格 要求士兵填报制服尺寸等资料 乌克兰文化部属下的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 日前发放视频指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 大批说着朝鲜语的士兵排队领取军用物资 乌方又发放图片指朝鲜士兵抵达俄罗斯前 或派发表格填报制服 头盔和鞋的尺寸大小等资料 表格以俄语和朝鲜语标示 进一步证明朝鲜派遣士兵到俄罗斯协助俄军作战 另一方面 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日前发布卫星图片 指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 以及哈巴洛夫斯克的军事设施 拍摄到朝鲜士兵集结情况 又指情报显示 朝鲜决定派遣12000名士兵 协助俄军在乌克兰作战 其中一张指俄军舰艇 预送朝鲜士兵相关活动的卫星图片 没有标示来源 据报是由韩国政府运用的卫星拍摄 并不是军事卫星拍摄 韩国国家情报院又发布示意图称 首批1500名朝鲜特种部队人员 已于本月8日至13日 从朝鲜东北部的清津市和东部的咸兴市 搭乘俄军舰艇前往俄罗斯远东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